第一個就是先把那個我們原來的檔名貼到第一個工作表 貼過來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就是錄製聚集 主要是利用資料從文字檔 然後呢開發人員這個可能要自己打開 錄製聚集 然後打一個名稱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就那個那些動作嘛 從那個文字檔案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就把它打開 最後的話就修改 修改的方式就是聚集裡面 去做那個聚集名稱這個檔 把它編輯一下 那裡面大概主要是改兩個地方 就這個 因為三重點tst你不能不可能每次都三重點tst 你一定要下一次就換下一個下一個 那你可以 從那個我們剛剛貼上的這邊 有沒有 這邊有檔名嗎 那主要是 第1次抓這個 第2次抓這個 第3個第11次類推 然後就分別怎麼樣把這些 做修改 然後 E的話把它改成R 主要這兩個地方 那最後多一個就是另存心檔 那如果你不是另存心檔變最後一個步驟 你要 手動啦 如果手動乾脆你又 有時候程式還是最好是 一次一鼓作氣就把它全部做完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修改的完成的 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上面 其實就是 把這邊改 不過這個 這個地方 本來我是打25啦 如果未來你那個數字會增加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向下追蹤的 從續著1 讓它向下追蹤 看底下有幾個 最後把它合併出去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 大概是這樣 所以把它run下 基本上 它應該就可以 完成了 所以這地方特別重要 原來是長這樣子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要改的話 可以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再貼下來改 保留舊的 你兩邊比對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我這邊雲端是有提供那個剛剛改完的 我把它改成叫 P4匯入文字檔 4 OK 然後呢 這個是已經完成的 OK 那完成的地方有哪 你會發現 最後還有在精簡 一個部分 就是說 本來它這邊 錄下來的東西 有這麼多行 那我發現 裡面其實蠻多 根本 都可以刪掉 因為VPA裡面 它有個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錄製聚集 但是錄製聚集有個缺點 就是它會錄很多 不需要的東西 給你 因為它是機器產生的 電腦自動幫你產生 但它不會幫你判斷說哪些不需要 所以最後變成說 我們自己可以判斷 我後來發現說 原來這麼一長串裡面 基本上 可以不用全部 那哪些不要 其實我後來檢查一下 其實可以把它拿掉的 從哪邊呢 Name 因為預設值 它Name 這個其實可以 它只是錄製的時候 有產生一個Name File name 這些好像都不用 那為什麼 我知道 其實你可以按F1 F1的話 其實它就會跳出什麼 相關的說明 F1 F1 所謂F1就是在那個VBA裡面 會跳出官方版的說明 那我可能就查一下 不過這個還蠻花時間的 後來發現 這些其實都不用 留下哪些就好了 留下那個 Space 因為我是用Space分割嘛 所以這邊是Space分割為Tru 那Force的部分都不用 也就是從Name 到這個Space分割這個為Tru 把它刪掉 這樣感覺就清爽多了 甚至連什麼 連這一行 也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好像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它這什麼 上面會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好像也不用 最後的話 這樣就完成 那你把它輸出 這個是 就可以 做出那個 合併的動作 所以全省這個部分 假如把它刪掉 把它合併出去 看到的結果 Refresh 有些好像 也不能刪到過頭 這邊我看一下 裡面 序值1 第一個 工作表 看一下 是不是名稱 是名稱 那就可以把它輸出了 這可能 其他部分應該 剛剛亂過OK 那這個是用那個 VBA來做的 這個他比較一下 兩者之間各有 差異 不過其實一般習慣 就真的你如果 手邊一定會有 ECL 你可以把那個ECL 做 這個 輸出的話 可以這樣 再來的話 後面 還有就是 MANCE CAI 那有關MANCE CAI 我們前面是把那個 12月份直接寫到 串列裡面 當然這邊你可以改一下 把12月份的英文 變成一個檔案 也是用讀取的 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把那個剛剛的那個 ECL部分 也許用錄製劇集 有的時候 反而你產生的程式 修改一下 你可以改出你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簡單的東西 隨便 兩邊看你 可以 至少都是工具 你 如果哪邊比較簡單 也許你就 用哪一種方 哪一種工具把它完成